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到萌新骑士的历前级 前几天发布的新春爆料 这几天就全上了 先来体验一下这个迷迭岛新难度 这难度能有多大提升呢 我就不信了 黄战士小飞到周期 难度四 前期整体没什么感觉 主要是到了后期呢 小怪的伤害是真的高啊 这里就被碰了一下 立马掉了七点选 越到后面 小怪的反应就越快 你们看下是反应多快啊 我一不留神立马被砍了两刀 只要被包围 基本上就是避凉的 所以我误了 必须使用近战武器 是时候掏出我的终极密杀了 方天化级 外加狂战士狂暴 胆弹幕外加击退 天赋方面呢 就是把技能等级还有CD 近战武器伤害 这四个全部拉满就完事了 能胆弹幕的同时呢 还能造成巨额伤害 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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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组合真的太好玩了 打BOSS也是非常爽 这个杀虫只要一冒头 直接就被戳成残权 狂暴和方天化级 真的是完美契合 就越刚刚被狂揍的关卡 这把直接无伤过 这就是方天化级的含金量啊 专门克制你们这些花里胡哨的 哪怕再多小怪 还是哪我一定办法都没有 来了啊 新BOSS 迷雾女巫 你们还别说 这个女巫这么看还挺秀气的 哇 这是什么招式啊 伤害还是到位的 两波叔叔呢 直接给他打成慢状态 等一下 他在干什么啊 变身吗 我去什么鬼啊 我只是踩了火圈 还是被反伤啊 而且女巫还变成红色了 等一下 好像没有在动诶 什么情况 卡住了 看来 阿斯密尔的高速攻击给打懵了 天下武功 微快不破 过去给他收个围 啊 难度4嘛 不过如此 我听小玩家说 难度5的BOSS很难打 下期直接开刷难度5 我就不信了 你们有啥好着急的告诉我呀 失望火机 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